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空间意境 这遇见究竟是何物啊 不对 暂时还不能破开光球 否则我定会遭到被告 如今我之所以无法突破五王境界 正是缺少领悟一种凌驾在前世之上的意境 而这空间意境 却是一种比刀意和剑意更加玄妙的意境 若我能感悟出部分 以空间入道 定能跨入奇迹无望 所以我不能及 这小子破解光球的速度 为何突然慢了这么多 少主 要不要出手 不着急 再看看 禁之未破 竟是你暂时无法穿透 感悟这空间意境 试试有灵魂力 成功了 先试着炼花这遇见 这家伙 不会太过好神 泪吐血了吧 让这小子一人霸占一个光景 真以为禁止是那么好活动 好恐怖的空间意境 此遇见忠于寒的空间之力 果然强大 仅仅一丝便可让我受伤 若要将其炼花 必须先掌握部分空间意境 封面的光球被破了 该死得加紧了 不能让血神王他们 展示太多现机 这魔精归我了 禁力王 你太着急了吧 这魔精归谁 可不是你说了 你太着急了 臭死 少主 现在怎么办 他们短时间内 应该还分配不了魔镜 先让他们缠斗一番 消耗一些力量再说 少主应运 不过 这么长时间过去 那秦晨竟然还没破开光球 那小子究竟在搞什么 实在是古怪